不理想 因为她有男孩 我最喜欢找个 说是这个女爷 无论时间没结婚 过了才结婚 没有孩子 没啥后悟之忧的 这是我巨大心愿 老大爷年近七旬 确认劳心不好 只想要找一个没结过婚 没生过婚 最好还要冒比 稀释的黄花大闺女当媳妇 你先别急着喷 大爷之所以能这么自信地 提出择偶要求 那都是有原因 虽然毕大爷的退休月工资 只有3100块 但人家的额外收入 可不能小许 除了拥有两个加油站之外 加油站旁边的几栋门面楼 也都是大爷的资产 现如今大爷将其他门面 全部出租了出去 自己还留下一间 开了家小超市 一年转上几百个W9跟完一样 说起自己如今的成就 大爷也是格外骄傲 因为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 现在的家业 全是靠自己白手起家而来的 那是八几年时候 谁家说养我牛和马 我养两头牛 一匹马 哎呀大货 那是平时那跟下 以为有老鲜 没什么样 那是早上一匹马 挣几百块钱 三四万块四五万块钱 那还是工资少啊 工资是挣四十多块钱嘛 你要挣三四万块了得啊 说吧 毕大爷就主动向红娘需要起了自己的衣柜 别瞅着这些西装看起来挺普通 那价格最起码都是大几千块钱几步的 虽然大爷早已实现了财富自由 但是他却丝毫感觉不到快 大爷口中想不到的事情 是他第一任妻子的意外离世 失去挣爱的感觉 他这一辈子都无法忘怀 好在不久之后 他又遇见了比自己小十五岁的二婚妻子 二人火速闪婚 在一起搭伙搭了二十多年 直到几年前 前妻突然提出了离婚 这一出着实让大爷失了未及 几乎一半的家产 也被那个女人分走 但俗话说得好 瘦子的骆驼比马大 就算是损失惨重 大爷依旧是财大其措 对于自己未来的第三任妻子 大爷霸气棒棒 因为害怕未来的老伴 只是贪图自己的钱财 大爷特意穿上了拉里邋遢的睡衣 准备隐瞒身份来跟对方相亲 结果却遭到了节目组红娘的阻止 按照毕大爷的遭遥要求 这样的事情给了张大妈重重一击 从那以后 她意识到了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每天都要抽几个小时来健身锻炼 以后每天我都坐几坐 那有二十 二十啊 对 对于挑对象方面 大妈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能心地善良 互帮互助 个子高一点就妥了 为此 红娘迅速安排了二人见命 而且遵从毕大爷的要求 并没有对张大妈透露 毕大爷的真实经济实力 两人互相都没有看上对方 不耐烦的毕大爷为了尽快送客 甚至破罐子破摔 故意败坏自己的形象 女方讨厌什么 她就使劲干什么 我愿意抽烟呢 个人抽烟了 烟一瓶 烟一瓶 一天抽几盒 一天抽几盒 两包 你抽烟没喝酒也会 是 抽烟喝酒都会 抽烟喝酒大麻将他真的都得会 对都会 抽烟喝酒大麻将杀到战了 不行 你还别说 这招真挺奏效 张大妈见了毕大爷的表现后 是彻底不想聊下去了 此时一旁的红娘还处于不明所以的状态 她赶紧将毕大爷拉到一边学问 在大爷看来 自己主动拒绝女方是对人家的一种伤害 所以才迫不得一采用这种方式结束相亲 张大妈走后 毕大爷要求节目组重新匹配对象 这一次 她在自己的招欧标准上重点加了一条 要不怎么说男人都是视觉动人的 仅多是广的红娘已经见怪不怪了 当即重新为毕大人 匹配到了一位肤白毛美她亮条顺的曹大姐 大姐今年56岁 不仅外貌调节犹豫 而且还特爱干净 咋多难看呢 我就找到花让给贴上掉 这些也都是你自己贴的 对 这都我自己贴的 这都自己贴的 对 都自己贴的 如此优秀的大姐 毕大爷要是再看不上 那就多少有点没有自知之明了吧 再去往毕大爷家的路上 曹大姐无比自信 表示自己可是比对方小了整整12岁 外貌方面必然占不如是 但事实真能如此吗 我叫曹友香 这个你第一印象怎么样呢 我让我考虑考虑 我让我高天话跟你联系 行不行 不用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咋想 你跟我说实话就行 你非得让我实说 那我就是不理想 没想到 那要是哪了 还是不好看吗 哎呀 承认自己就想找个18岁的 有那么难吗 整那些虚头八脑的文字游戏 不嫌费劲吗 红娘也是无语了 人家大姐坐了好久的车赶过来 而且还特意买了不少水 你就是对她再怎么不满意 也得一个头皮将这场相亲给继续下去 有一个儿子 有一个儿子 儿子结婚了 不太理想 不理想 因为她有男孩 我最喜欢找个 说是这个女爷 无论世界的没结婚 过了才结婚 没有孩子 没啥后悟之休的 一听到大姐还有个儿子 毕大爷是彻底没了兴趣 还没将曹大姐送走呢 她就迫不及待地要求红娘 重新给自己介绍一个年轻漂亮的事 赶紧你说 年轻好 哎 性格别好一点了 哎 是不是 这就行 说吧 大爷又做出了让人感到更加不适的疑惑心 反正通过你手给她不是给你的 这不你们还有同志吗 就是通过我手给她 她们是会花手挣钱的 咱们成为补偿你家 这还不懂你姑娘 大爷的本意是 既然这桩姻缘没成 那么自己可不能让女方在经济上吃了亏 但这么大张旗鼓的甩钱给人家 人家心里能数 这钱可能会要吗 我不要钱 要钱那么大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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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我什么 这香我手拿着 我不得拿 拿钱的 不来 还有创门 不拿两千 买的水不很正常 你送的 我上 很正常的 再见 再见 看完本期相亲 不得不吐槽一句 大爷既想找个年轻漂亮的伴 又希望人家是个不贪财的主儿 那拥有这样条件的人家 凭啥会看上你呢 找个二十多岁的富二代小伙 他不香吗 那么对于毕大爷这样迷惑的相亲举止 你有啥想说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